抓紧时机奋力出拳 台湾拳击女将美少女吴诗仪 在巴黎奥运女子拳击60公斤级八强赛 对上恶瓜多选手帕拉休斯 第一回合吴诗仪发挥优势 频频进攻对方空隙 也让对方屡屡挥出空拳 可惜魏获得大部分裁判青睐 战时以2比3落后 第二回合吴诗仪重整旗鼓 压制对方的发挥 来到第三回合 吴诗仪不给对方太多进攻 跟得分的机会 挡住了积极的攻势 最后主审也高举吴诗仪的手 代表他闯进四强 确定保底铜牌 而这也是台湾在本届奥运的 第一面奖牌 吴诗仪的下一场比赛 将对上杭州亚运金牌得主 中国队好手杨文璐 而去年吴诗仪就是败给了杨文璐 这一回他不想输 拿出最佳表现 力拼掌牌橙色升级 不过另一名台湾全级好手 甘加威则在男子71公斤级 16场赛败给了美国选手 教练有跟我说那个战术 但是我一年之间 没办法那么快转过 甘加威拼债精神受到肯定 而他的下一个目标 是2026名古屋亚运 未来将会持续努力 为台湾为自己争光 TVBS新闻采访团队 在法国巴黎上报道 TVBS大运动家 跟运动迷一起竞技的电行 马上下载跟中华队一起All In